这个床有没有一米七五 一米七五一米八五呢 我身高一米七五 这个床我躺下后面还有这么长 一米一米八五 这个床挺不错 全顺车最近比较火爆 子母床的一个设计 前两天一直给大家拍摄的是那个单铺 现在今天拍一个双铺 哈喽大家好 我是情郎朋友阿伟 今天给大家再介绍一款新全顺的车型 福特新全顺 刚刚下线 还没有来得及去做实验 我就赶紧把它给开过来 给大家拍摄一下 看一下这款车 它的配置 包括它的布局有什么不同 节目的开始 给大家介绍了 这款车里面是一个子母床的设计 四座两张床 咱们先从外观开始看 看完外观 咱们进入车内来看车的布局 首先它是一款五米三的一个长度 两米四的高度 两米的宽度 福特新全顺 中轴中顶的车型 汽油自动挡 开起来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毕竟好多车友一直天天问说 想要一款汽油的车 方便去海南 以及在北京那个地方 来开这款车 再适合不过了 车顶上方配的有 两米乘以两米五的真央棚 咱们进入车内来看一下 车的布局 我打开中门 还是这种 比较特色的中门的沙门 防着蚊虫飞入车内 然后门口这个位置 没有浪费任何空间 做了外置淋浴的设计 还有220伏的电源 也是方便咱们在车外 使用家用电 里面是一个四座的设计 主架和副架 是两个座椅 副架是 它这个座椅 也是可以支持 支持变床的一个卡座 把它放平之后 咱们是可以来 躺下一个人休息的 很方便 然后主架 是没有设计旋转座椅 然后这边是中控的这一块 动工灯的方向盘 伏特的中控 还是看起来比较的硬了 导航的大屏 咱们进入车里来看一下 这个内高不算太高 内高不算太高 它和大通的90相比的话 这个内高是矮了一点 矮了一点 这个内高现在目前 最高的尺寸是1米75 然后咱们看这边 有一个便携的小桌板 还有两个双人座椅 卡座 这是可以来做两个人休息的 防纹和隐私一体的沙门 里面有一个推拉窗 是可以推开 通风换气 上面还设计两个吊柜 这边还有一个额头柜 也是可以来储物的 平常咱们可以把咱们 用不到一些资料放进去 然后这边还设计的是一个 锡顶的电视 能连接手机WiFi 也可以擦U盘来使用的 来到左边能看到 整车的一个控制系统 现在这个控制系统 都是有所升级的 和之前不一样 就是咱们所有的操作 都是在这上面可以完成 比如说加热器的一个使用 它带有温控功能 包括逆变器冰箱电视水泵 都是在这上面来使用的 它还有一个总电源 按一下这个全车直接断电 然后再按一下 直接打开之后 它是有记忆功能的 你上次操作到什么地方 然后打开之后 它还是在什么地方 然后这边有一个 锂电池的显示屏 这款车配的是一个600安的锂电池 上方有音箱 是可以连接电视的 然后往前面走 能看到是一个空调 10F的驻车变频 只有静音空调 空调效果挺不错 而且很省电 像600安的锂电池 平常夏天咱们使用的话 至少使用12个小时以上 是没有点问题的 空调的下方有水盆和电磁炉 整个一个橱柜的设计 感觉这个柜面不够实用的时候 咱们还能再加长 这个设计还非常人性化的 这边可以来放一些东西 有电源可以来使用 包括有那个车带电源和220V的电源 然后最下面 咱们设计了两个储物格 还有微波炉 以及12V的冰箱 房车里面冰箱肯定是必不可守的 走到哪里肯定要 装一些咱们喜欢吃的一些食物吧 储柜的对面 就能看到是两张床的 子母床的设计 上床是可折叠 下床是可以来扩展的 我得要不要演示一下 再看一下 上床 折叠完之后 里面是可以来储物的 而且这边咱们还设计的 有两个一个小格子 里面也是可以来储物的 不浪费任何空间 然后有阅读灯 还有USB 手机充电 充电电源 这个是快充的 我把这个床放下来 咱们看一下 放下完之后 这个尺寸是70乘以1米85 睡一个成年是没问题的 小孩硬比更别说了 肯定能睡下 里面还有一个网兜是可以来储物 平常不用的时候 把它给揪起来 这边有一个可以控制它的一个擦头给擦进去 然后里面是可以来储物的 毕竟这是房车呢 它不像咱们家里面床大 房车上面 一名一的床 足够你来试一俩人了 然后不用的时候把它给关起来 这样也节省空间 还能给中间形成一个过道 咱们可以迅速的从后门下车 因为这个后门是可以迅速打开的 然后我现在站这位置 它是一个卫生间的设计 在里面上色的洗澡还是很方便的 卷帘设计的卫生间 这个选拈门用的材料 也是防水防潮 很耐用的 下方有地路 咱们平常使用的水 能直接排到汇水箱里面 说到汇水箱 这个车配的是一个40升的汇水箱 还有一个100升的清水箱 有花洒 咱们是可以来洗澡的 这边还有镜子 平常花下装 还有储物格 以及还有这边有一个 LED的暖光灯 来到后方 能看到这边还是设计的 这种柜子的一个设计 我把后门打开 咱们下车 因为毕竟车型小嘛 所以说啊 感觉还是有一点点拥挤 有一点 其实也不错了 你想啊 在这么小一个秤庭里面 能实现四座两张床 包括各种的柜子呀 卫生间呀 冰箱 电视 微波炉 空调 理电池 样样俱全 已经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 这个是设计了三个这个 储物柜 是可以平常来储物的 还是挺用心的 没有浪费任何一点空间 然后咱们床下这边 也是设计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储物 至少能放两个密码箱 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然后我把门给关起来 咱们看一下 后门这样 关上门之后能看到 后门上面还有一个爬梯 是可以来上到车顶的 车顶的上方 铺的还有太阳能 怎么样 这款车 黑色的外观 还有汽油自动挡 看起来 还是很霸气 这种小野牛的感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